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介绍塔木德的书 那这个东西的起源 我有几个朋友要我介绍塔木德的书 那基本上他们要叫我介绍书 我说介绍书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要先知道说 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的目的的话 就可以决定说我要告诉你哪一本书 如果你的目的的话 是要追寻所谓的第一桶金的致富道理 这个会有一本 那同样的你如果说 你只是想知道它的原文原点 那就会有牵扯的话 你想知道的是教养方面 还是习俗 还是经商 还是所有的传奇故事集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了解说 塔木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功能 那至于说塔木德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三个东西的结极 也就是第一个是绿点 那绿点跟生活智慧跟传奇故事集 那绿点的部分 最小小到所谓的十戒 然后再来就是五金 再来就是后头的结合的绿点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深入思考 思考所谓的塔木德 或者说你要思考 致富的哲学跟道理的话 那我个人建议是所谓的 犹太人致富金律 丹尼阿拉宾写的 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你看就有四个主题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东西 因为曾经有过一次 有个朋友 他跟我讲说有本书不错 然后他介绍我看 我就心里想说 而且他说网路上也有 那我心里想说 怎么会介绍这本书呢 难道是工商时间吗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我个人 在研究塔木德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很多书还是蛮怪的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今天讲 有的书的话是标题是塔木德 就是说跟塔木德的 不管他的谚语 或者塔木德的故事 也就是标题是塔木德 可是内容完全不是 又或者说 他的故事像是塔木德 但基本上的话是他自编的 不然的话就是他自编的过程当中 编的又不是犹太人的故事 他如果讲到三国 想到孙子兵华 或者甚至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德康家川 那根本就不对 甚至有可能是里面内容都是有错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单纯 要从十戒五经的旧约来讲 犹太人的教养跟致富金律的部分 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功利所在 所以有很多人在提到说 犹太人是不是爱钱 其实犹太人他对钱只是一种概念 他觉得说钱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重要在什么 重要是在他的民族性 那为什么在他的民族性 因为他是个没有国家的民族 他随时都可以赶走 那再来因为他没有国家的保护 所以他必须要用钱去收买 他必须要用钱去逃命 而且他为了要维持金钱的流动性的话 他为了维持这金钱不被给客户 所以他必须要保持金钱的一个流动 那如果说以常态上来讲 他在一个地方生存得很好的时候 他也希望致力于金钱 能够保持滚动的状态 那他对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致力 也就是说犹太人是非常洁身之爱的 我们讲好的犹太人 那当然任何种族都会有所有的好跟坏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塔木德这个东西 因为塔木德这个东西 各位想想看 其实在我们的古老经典里面 除非说你今天要学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人 或者特定的集群 但是基本上那些东西都是没有代表性的 举个例子 假设你要学王永庆的金银之道 那是后来人家帮他记录的 那是不是王永庆要自己本身讲的 那其实不一定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在讲的时候 会告诉你比尔盖茨怎么讲 王永庆怎么讲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集团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有的人讲 温州人的智慧或日本人的智慧 那这些东西不是由一群先知 在一个会堂整理出来的 犹太人的自负真经或者塔木德这个东西 是经由好几百个先知 经好几十年好几百年这种 这种经年累月 那加上犹太人他们觉得说 只要学校在民族就在 而且事实上他每一个犹太会社 除了在大陆的话 他是汉化的以外 基本上都维持这样一个传统 可能每个月到那个会堂里面 阿拉比的时候会做宣讲 那再来每个礼拜 他就给安息日 那每一年的时候 他都要适度的忏悔 或者说基本上来讲 怀念他们受难的 祖先受难的经过 所以说基本上在塔木德里面 有非常多跟经营管理有关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的部分的时候 而且是可以学习的 重点是他告诉你怎么无中生有 他告诉你怎么从第一桶金 产生第二桶金 这个就为什么会介绍塔木德书的原因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米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